大家好,我是Leona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比较轻松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美国五年来收集的一些书 然后现在已经满满的 就是摆满了两个书架了 还有一些在这个Alo Loft 那边是放了很多平面的书籍 那这一些都是跟我们行业相关的 那今天呢我就是大致地跟大家讲一下 我收集的哪几大类的书籍 并且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书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上面这一排呢 是比较多的关于绘画 或者是解剖之类的 基本功的一些书籍 还有一些讲painting 讲这个概念设计的一些书籍 我就是基本上放在这个这一栏了 但不是说我这里所有的分类 都是非常严谨的去分类 因为有些书有大有小 我是放不到一块的 就是大致地进行的一个分类 那么像这儿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本 基本上是我们行业当中人手必备的这两本 然后我最近听说好像要出中文简体版了 我还从国内买了简体版的 想运过来进行一个对照 看一下中英文的这个翻译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两本书呢 就是R Center之前的创系主任去编写的 那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专业两到三本课程的一个知识量 然后这一本也是上一个视频里面 上一个分享书籍的视频里也有提到过 这里就不多讲了 它基本上就是讲一些色彩知识 色彩和光线的知识的一个理论 那最近新出了一本跟这个很像 甚至它的名字都一样的 这样一本新的书 这个应该是在国内还没有引进 也不太会有人知道这个 这个我感觉呢 就是它从色彩开始讲 并且还有一些Render Viscon的这样一些东西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呢 它特别像什么呢 特别像这两本的一个结合 然后它用了一些比较系统性的方法 去编写的这样一些知识点 我就觉得这个书 作为一个教科书来讲 还是讲得非常的细致的 这也是估计是很多人花了很长的心血 去编写的一个像教科书一样的书籍 接下来呢是这一本 这本也是好像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或者是在职的老师去编写的一个 关于载具设计 交通设计的一个如何画草图的一些知识 你可以看到里面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关于车 关于载具的一些基本知识 一些比例啊 然后它里面的一些透视 一些基础的一些common sense 所以这本书就是在我们的学生商店里面都会一直放在很前面 让大家看到的 接下来的话 这本书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 这个是也是之前我们创系系主任 编写的关于概念设计的一个科学流程的一本 一本像是教科书一样的一本书籍 它就是比较科学的去尝试了从零开始怎么样去做一个概念设计 这本书应该现在就是很难再找到实体的 或者是你可以到Amazon上去找一下二手书籍 然后这一些应该国内都会有很多的中义版pdf 网上有流传 这个都是讲很基础的一些基础概念 比如说构图啊 去画这种keyframe的时候 这种趋势的这个变化和一些考虑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进行了一个很气质的讲解 就是干货特别的满 然后它这里也有一些讲perspective的 有第一本和第二本 这个感觉就是乍一眼看上去啊 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学校第一学期会上到Viscom的一些内容 然后它结合了一些画keyframe的一些知识点 把它放在了一起 然后剩下的一些书可能就是不太像教科书一样 但是也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说这一本就是Color and Composition for Film 它这本也是这种讲的是这个镜头语言和一些这个灰度关系 去讲就是每一个镜头给别人带来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 和你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一个角度和镜头 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剩下的我可以草草带一下 像这个科幻编年史什么的 我买了英文原版和国内的版本 都是我在结合网上面那个买了之后 海淘还带过来的 然后像这里还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个painter 这个画家他去写了一些小章一些感受之类的 这本书就是文字比较多 然后他会配一些小的图片 然后去阐述他的一些观点 所以我觉得这本还挺有意思 这本书应该是要配合他的画景一起去看 你才能够明白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这位画家对于我们整个概念设计行业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美国这边很多的院校包括前辈有做过专门的对这位画家的一个研究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找的话 可以上网去找一找他的画集收藏一本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一栏 下面一栏就是比较偏欧美的游戏影视的画集 我基本上就是集中在这一栏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什么我自己比较喜欢 或者是概念设计多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些画集都放在这 然后里面有很多其实我是在Amazon上淘的二手 他可能就是半折的时候我就是把它给收了 当时就是因为从Arsintel毕业之后 没有Arsintel的图书馆可以接收了 那我就想我就是自己开始慢慢的在网上凑 如果说看到有半折或是低价的 我就是把它给买回来 一点点的填充自己的图书馆 这些其实就是大家都比较好找了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排都是比较偏日本的一些画集 或者是一些设定集 都是我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的一些地方一点点淘 还有一些个人秘书家的一些书 然后我还会买一些漫画的设定集 像这个是七龙珠的 这些我可能觉得国内会比较常见一点 像这个还有这个空气骏的一些设定就很有意思 空气骏的书实在是太多了 你有时候都挑花眼不知道该怎么挑 我国内应该还有一些我都没有带过来 然后这还有一本漫画是这个Watchman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所以我买一本漫画回来看 就是我的分类基本上就是大致的一个分类 并不是非常的严谨 有一些这个这一些这个书就是来回穿插的 然后接下来下面一排呢 像这边左边都是我刚才提到了课谱性质的一些书籍 像这本是讲服装历史性服装的 这个我是在上我们学校的我们系的这个服装课的时候 我去买的 这个在当时我做作业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些图并不是在网上那么容易找的 那我当时在做作业的时候 我可能直接就是把这一页在里面找到图后 直接这个扫描出来 然后放进我的作业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军事啊 尤其是军事的这种百科全书会比较多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比较经典的 大师级别的 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很厚的书 我都放在下面一排 像这本John Harris 这个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这个对概念设计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名画师 然后他就是用非常古典的那种油画的这种表现手法 去画了sci-fi的一些船 一些飞船和一些人造物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感觉它就是跟Cidme那些都是一倍的 说到Cidme呢 这里也有一本Cidme的比较 现在已经绝版的书籍 现在都不知道在网上炒了多高的价格了 OK 然后呢像这本书就是我在去Cidme的时候买到的 就是你在网上根本找不到这本书的介绍 但是当时我一看到这本书画的这种历史性的插图 我立马就买了 它里面有关于很多 就是你说它是那种古典绘画吧 但是它里面故事性又非常的强 就是说感觉它是介于我们这个行业和传统绘画行业中间的一种产物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像宣传画一样 小品那一些图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像这儿还有莫比斯的 这一本莫比斯的精选画集 还有这一本Cidme的这本书 我现在这本书是大家现在手上最常见的Cidme的一个版本 它也比较的便宜 就比较容易去获取 然后像这里有一本花木兰的 也是我在CTN上面淘到的 就在网上已经绝版了 而且特别特别难找到 但是它的其实它里面背景的这样一些草图和小稿 真的就是现在的人再也画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是珍藏起来 一直每次搬家就是哼哧哧地把它搬到新的家里面当中去 找一下里面我非常喜欢的 菲律宾画家的那几张图 看这个 这张图 这张图在网上可以找到比较高清的 我还打印下来了 就是它整个给人的感觉太像 太像中国山水画了 但是又很透气 又兼具满足了概念设计图的一个需求 我就觉得这个平衡就把握得非常的好 然后像这我也是 这两本也是这个在这边非常有名的画家 它的这个背景图对于这些山石树的概括和插画的一个表现形式 是影响了非常多迪斯尼背景绘画师的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还去扫描了这本书 后来我想说干脆直接就是在官网 它的个人官网上去买吧 用有一本 这本太重了 我都举不起来 而且我买了它的上下两级 然后呢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平面设计爱好者 所以说我还有一大堆的平面的书 从国内带过来也好 在这儿淘的书也好 我都放在了这个二楼的客厅 所以说等会我就去拍一下那边的一些收藏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平面设计的书 叫做Brand 基本上就是几乎是美 已经买了十几期了 然后都是从国内运过来 我从客厅拿了一些我的平面设计方面的一些这个书籍 首先是这一本是我在上我们学校的字体课的时候 平面设计系的字体课的时候 老师让我们去买的 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文字 但是都是讲的平面设计里面的非常基本的一些核心的概念 比如说字体有哪几种啊 然后你这些数字有哪几种表达方式 表达形式呀 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用到哪一种形式啊 就是他们作为一个西方的这个英文字体有一套自己非常严谨的逻辑和使用规范的 那这本书里面就是在讲这些东西 并且它里面还会针对一些历史上不同的字体类型去讲解一下他们彼此之间不同的区别 这样一些呢 也是在我这一本是我在网上自己找的 我觉得从这个页书里面去看 它也是对一个基础字体的一个一些比较核心的讲解 OK那么呢 其实我从国内带了一些像日本呀 像中文字体的一些书籍 像这本就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 它是小林章写的 如果是对平面字体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话 一定会知道小林章这个人 它就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又精通西文字体 又精通繁体字日本的这样一些字型 所以说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 都了解的非常透彻的一个平面的字体设计师 然后这本呢 基本上是一个排版的一个基础的知识的一本书 它就是用的这个三格系统 去跟大家去讲一整页的这个文本和书籍 怎么样进行一个排版 这本也是我买的是二手了 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挺便宜的 我觉得国内应该是会有它的中一版 或者是这个这个PDF 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自己去找找试试看 OK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可能我讲的比较快啊 就是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等会呢我会去拍一些这些书籍的进解 然后插到这个整个视频当中 大家看得更加的清楚 那今天这支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那欢迎呢在底下留言 如果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我就会尝试的去录一段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观看 寻致 未处 như